今天是2020年的 啊不對 今天是2019年的最後一天 現在是晚上的7點15分 然後我老婆 剛剛才下班才到家 然後 這個東西呀是 芋泥起司蛋餅 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口味吧 這個是 我兒子他們的幼兒園 發想的創意蛋餅 然後有找了一間早餐店合作 今天買回來的 我老婆沒有吃到 所以我幫他外帶一份 我先用夾的先吃一份 我去拿一個筷子再給你啦 我去拿一個筷子再給你 我再拿一個筷子給你 不用了嗎 你的第一口 的反應是怎麼樣 涼的 涼的好吃嗎 要不要幫你烤一下 它是甜咱鹹的 算是甜鹹甜鹹的 就是甜蛋餅 鹹甜鹹甜的 我先戳的好了 我拿筷子給你啦 我拿筷子給你 我拿筷子給你 哇 我拿筷子給你 在我們學校上做的 對 今天早上 我有帶 我有 今天早上是他去當工作人員 然後我去外帶了一份回來 你後來上班沒有去嗎對不對 還以為你會送來帶我去來 沒有 我賞太多了 我後來帶回來家裡 我不是12年前 幹嘛這樣 我有去偷看彤彤 我有拍下來 拍下來的影片可能 過兩天再傳 然後 這支我可能 有發現你嗎 老師就直接說 不知道 你爸爸來了 你是聽到 老師叫還是 你自己就發現我了 我本來你在馬路對面 我早就發現了 我在馬路對面偷看你都發現了 你也太厲害吧 對 我本來是現在早餐店的對面那邊先偷看孩子們 然後 我有看到有一個小孩看到我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 那可能是你同學 然後他就跑進去 所以一定是有人去跟你通風報信對不對 是嗎 還是你自己發現了 自己發現了 自己發現了 被發現了 你們這樣子吃完都還吃得下晚餐嗎 我今天到處都沒有東西吃 我剛肚子好餓喔 大麥草應該還有吧 到處都是 你家外面還塞車還車禍 真的喔 我剛看到那個自強浩的出軌 就是那個 來段 髒話吧 他說 平膠道上面有堆高機 卡住 就是那個這樣 堆高機不能走那個平膠道 他是為了貪快 然後卡住 後來 還有自強浩有煞車 然後推高機駕駛就趕快跳車逃走嘛 自強浩煞車可是 煞車的時候 速度還是沒有完全減到零 還是有撞到只是撞得比較慢 所以自強浩出軌一點點而已 車上的人都沒事 然後但是造成霧點半小時 今天那個自強浩霧點半小時 霧點半小時已經算好的了 就能搶修 因為車頭撞壞 等於要派另外一個車頭來 換上車頭才把後面繼續拖走 要推高機賠產了 這不是重點啦 重點就是現在 現在7點20了 我們家還沒吃晚餐 我們要準備去覓食 給他們吃完那個蛋餅 7點20了 2019年的最後一天 要不要加熱嗎 不要了啦 要加熱就全部加 涼的車好吃嗎 我覺得還不錯 涼的車也好吃 我要吃喔 涼的車好吃嗎 麵皮沒有那麼好吃 但芋泥真的好吃 裡面的芋泥餡好吃 我要吃囉 我想問一下你們芋泥餡 是老闆做的 我們分一半 一人一半是不是 對 芋泥餡是老闆做的 還是你們做好送去給老闆的 那是老闆做的 因為你們這個 連發料理是 我們有做過 然後 然後去的時候 告訴老闆食譜 寫食譜 老闆就知道食譜是什麼 所以你們做的時候 是在教室做嗎 當然啦 他們教室有一個 有一個實驗區 不是嗎 烹飪區嗎 所以你們是 所以你們是 小朋友一起 把整顆芋頭 把它攪成泥嗎 對 你有攪到嗎 芋頭 他不是那組的吧 你不是那一組芋頭煮的嗎 你是品嘗員嗎 試吃員 你今天去交代客人的時候 你會緊張嗎 嘴巴都是蛋餅 好吃嗎 我說真的 媽媽覺得 你那天問我口感 你現在自己吃到了 說很難形容對不對 但是還蠻搭的 意外的還蠻搭的 起司太少了 而且它有蛋你有發現嗎 有啊 我是後來才發現有蛋的 但是它芋泥真的很紮實 芋泥很紮實 老闆這樣子蠻用心的 因為他等於為了這一份料理 特別要做芋泥 對啊 而且 其實我是 我覺得這種社區就是 互助互回 像你現在至少 對他們 後吃好吃的那個老闆 你就會覺得 對他印象很好 所以之後如果你早午餐 你真的又想 不知道吃什麼時候 其實你就會去買 對啊 我覺得這是雙贏的局面 因為老闆心臟也很大顆 可能讓小朋友跟老師 這樣子 全部在裡面忙進忙出的 真的心臟蠻大顆 因為小朋友在那邊操縱那個收銀機 你知道他們有簽合約嗎 有簽合約喔 小朋友還有拿合約去給老闆簽啊 真的喔 你沒有看嗎 他們有照片啊 小朋友有寫合約 然後去給那個 厚實老闆說他們要合作 小朋友版的合約 對對對 他們要 然後小那個 厚實老闆也很認真的就是 簽名喔 喔簽名還畫 蓋印這樣 不用蓋印這樣簽名 很認真的簽名 真的還蠻感動的 其實看他們這樣忙進忙出 真的還蠻感動的 因為你要先去簽約 然後老闆願意讓你賣 你做這個實驗才有意義啊 你開心嗎 今天去當工作人員 你覺得開心嗎 開心 2019年的最後一天 以後要賣早餐嗎 去當工作人員 你以後要賣 你以後要賣早餐嗎 我以後只要賣早餐 你以後想賣早餐嗎 想 那你知道今天要起床嗎 那你早餐很辛苦耶 三點就好 三點還是四點 三點要起來備料是不是 三點你媽我都不知道睡了沒 童童不要拿那樣子好危險 來我們收一收 趕快去吃晚餐了好晚了 肚子好餓 童童你去穿鞋子吧 我收 童童要收 這杯是什麼珍珠奶茶 不是耶 透明的 童童要喝嗎 下次不用吃吧 喝一口去穿鞋了 好先去穿鞋 我們去吃晚餐 要吃什麼想一想 這是麥當勞嗎 這個時間還是吃三餐巧福 牛肉麵 麥當勞我想要吃 你想吃什麼麥當勞還是三餐巧福 麥當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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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勞還有收穫的 什麼收穫 有兩片餅乾 是誰給的 生肖前給的 是同學喔 不是老闆喔 對啊 還有一點燒貨 垃圾還可以回收 不行了 童童你先穿鞋子吧 我們大人先拿東西 你先穿鞋子 我想先去那邊 好那你先去那邊 這個我想要給媽媽 好 這是我給你的小費 你可以拿去存起來 但是我想 我只想要一個 這樣就好 好那你放在這裡 連錢頭 你不想要 我想要 等一下給媽媽 買他想要吃的 好小心手 先穿鞋子穿外套 我穿好外套了 這個給你 好 好 小愛同學 關閉所有插座 好我拿一下錢包 對 你拿在幹嘛 這個是已經發霉的密封 我拿在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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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了 你看看 爸爸幫我看 為什麼裡面有球 還是實實的 你穿取鞋啦 還是實實的 沒有啦 可以了 可以了 你看看 但是裡面有那個靴 我幫你抖一抖 好了 沒有了 這個是那個鞋子的乾燥的 讓鞋子變乾的 乾燥 乾燥花 這個 這個叫什麼 我看一下盒子上面寫什麼 無限式乾鞋機啦 它裡面就是放很多乾燥劑的那種小顆粒 做成一個鞋子的形狀 然後 顏色是藍色的時候就表示它 裡面是乾的 放進去就會讓鞋子變乾 它如果吸收水分就會變成粉紅色的 然後可以插電 插電之後就會變成 變回藍色的 還蠻方便的 下雨天我們就會拿出來 好就這樣 我們出去吃飯了 大家拜拜 拜拜 祝大家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睡一覺起來就乾了 好我們去吃飯了 大家拜拜 祝大家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嗯